当你在狗熊林里听到这个声音 你就再也不能相信任何人了 到时候所有的生物会狂躁起来 你需要做的是保护好自己 一 今晚你不能住在光头墙家里了 它已经不是从前的光头墙了 它会和熊先生一起找到你 并且把你做成天底下最美味的食物 你唯一能信任的 就是光头墙家的宠物肥波 只有它才能救你 二 今晚一定不要暴露自己的行踪 你只能躲在肥波为你准备的地洞 那里是绝对安全的 森林中的动物在疯狂地找你 光头墙已经在森林里布下天罗地网 假设听到你的家人在呼喊你 小兵 千万不要出去 那只是熊先生的声音三 一直躲在这里是不行的 你需要拨打李老板的电话 并且将这一切都告诉他 等到天亮的时候就把你送出狗熊里 四 假设你不幸被动物们发现的话 你就只能拼了命地往小镇的方向跑 因为那是动物们不敢踏足的地方 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